Hello六年级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甜甜老师 现在开始呢就由我和大家一起度过既惊险又刺激又疯狂的快乐的六年级的生活 在开始之前呢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个我的好朋友钱小花同学 快来让我们先看看他啊 他就是钱小花同学顾名思义爱臭美爱带个花所以叫钱小花 我们一般会通过个人简介而了解这个人 所以呢我们先看看他的个人简介 首先性别女大家看得出来 第二个呢性格男因为他是个假小子 大家都知道性乐这个事特别准确 所以呢他是双鱼座跟我一样双鱼座的特点给大家一定要介绍一下 第一个呢非常善良 第二个呢就是充满幻想第三个也是最最重要的就是漂亮 好了啊接着呢我要给大家谈一谈 每个人都有很多的喜好 那他他也是 第一个他喜欢研究各种神奇的事情 就他呢特别爱问为什么通过后面的生活中和学习中 大家就了解到他这一点了 第二个呢喜欢读书和看电影 其实这个第四点大家很神奇 说喜欢苹果 这个说的苹果不是吃的 苹果是什么呢 这口说的苹果是苹果的产品 就是大家现在最流行的也是大家特别爱玩的 就是那个iPhone 或者苹果的其他的像有一个特别薄的笔记本 就是那个苹果那个笔记本叫什么来的 叫MacBook 就像一本这个这个本一样那么薄 然后他为什么喜欢的呢 其实他是特别喜欢创造苹果这个人乔布斯 因为乔布斯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人的一生呀 就像过山车一样惊险而刺激他就像过正惊险而刺激的生活 他特别喜欢乔布斯在苹果这个广告语 就是他说只有你疯狂的认为自己能够改变世界的人才能改变世界 所以小花的最大的梦想就是改变世界 所以这些上面的种种都基于一个 他喜欢被人所崇拜 我觉得这个被人所崇拜这个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 我相信屏幕前的每一个这个这个同学们呀 都有自己的一个伟大的梦想 如果你现在还没有的话呢 是因为他被躺起来了 我们只要把他发掘出来 特别执着的去做一定能够成功的 好那大家想说为什么要介绍这么一个人呢 因为他呀跟大家一样也是六年级 他六年的生活呢 可能不像有一些同学一样 骑海战术 也不像有些同学一样烦烧而苦闷 他的六年级生活呢 虽然呢也会有一些挫折 但是总的说来还是非常精彩的 他用一句话总结 他的六年级生活就像说过山车一样 疯狂刺激但是快乐 想不想跟他一样呢 那现在就让田田老师来跟大家聊聊小花的那些事 让大家六年级的生活变得更加精彩 去返营地后 我们去返营地后 去返营地后